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關心 今天國內疫情的最新變化 今天我們的本土加零 死亡的個案也是零 境外移入則是四例 疫情趨緩了 現在也要來例拼 第一劑疫苗的覆蓋率 在月底之前要衝破七成 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指揮中心臨時宣布 從今天下午四點 到明天中午十二點之前 再加開BNT第一劑預約 對象是完成意願登記的 三十歲 三十歲以上的民眾 隨後也宣布晚間六點開始 加開四十一歲以上民眾 預約AZ疫苗的第二劑 也提醒符合資格的民眾 手腳要趕快了 趕快上網來預約吧 只不過今天大家更關注的是 在美國這邊 從十一月八號開始 有一個新規定 也就是說十一月八號開始 如果你打的是這七款疫苗的話 OK 你可以進入到美國 甚至是不用隔離的 但是呢 還有個前提 你必須要有一個完整的接種報告 還有出發前三天的硬性報告 但是大家更關心的這七種 到底是哪七種 也就是我們畫面當中來看到的 莫德納 AZ 輝瑞 還有嬌生 甚至中國國藥跟中國科興 還有印度疫苗 這邊都OK 重點來了 我們的高端並沒有入列 包括我們的總統蔡英文 還有副總統賴清德打的都是高端 那未來是不是也會影響到他們 沒有辦法去美國呢 所以這個部分也要來討論一下 而另外今天在疫苗上面 又有個最新消息 就是莫德納疫苗 現在打的年齡層 有可能再往下來下降 包括六到十一歲的臨床實驗 有一個超強的免疫力 疫情趨緩 季二十五號新增兩例 本土後二十六號終於又回歸加零 死亡個案也是零 而境外移入則是四例 其中只有一例是突破性感染 疫情平穩 當然要趁這段時間 努力拼打疫苗 國內疫苗涵蓋率 也到了百分之六十八點七三 距離十月底七成目標 只差不到百分之二 指揮中心也宣布 再加開第十二輪 第二階段的BNT疫苗預約 從二十六號下午四點到二十七號 中午十二點前 已經完成意願登記的三十歲以上 民眾都可以上疫苗平臺預約 隨後也緊急宣布 從二十六號晚間六點 再加開四十一歲以上 民眾預約第二劑AZ疫苗 預計符合資格的民眾 有六十二點八萬人 那會再加開讓這個各個地方政府可以充分利用他們的量能 有多少量能被浪費 第十二輪第二階段 BNT第一劑符合資格有九十三萬人 但到二十六號下午一點 只有預約六十一萬人 大約六成五的預約率 莫德納更少只有四成七 AZ則是二十六號開放預約 目前預約率大約是五成四 是疫苗打氣不好嗎 指揮中心這麼認為 而衛福部長陳時中被問到高端打氣差 也坦承購買的五百萬劑可能打不完 目前驗收的兩百二十三萬劑當中 只接種了一百三十六點七萬劑 大約打了六成左右 加上美國宣布新的入境政策 至今還沒有認證高端疫苗 包含總統蔡英文和副總統賴清德 未來入境美國會受到阻礙嗎 就等美國認證高端疫苗 方便未來國人入境美國 或是入境其他國家 可以縮短簡易添數 至於臺灣的邊境 何時開放就要看疫苗 涵蓋率能不能如期達標 華熊營精神張道勇 他報導